这个翻例其实也蛮经典 就是在你的卫星地图上面插一个旗子 表示说这个地方你到过 或者甚至你可以做一个APP是我的旅游日记 然后呢上面就插很多旗子 表示呢我全台湾209个乡镇通通到过了 到过的地方就插一个旗子 或者甚至你可以写一个APP 让人家去download 你去过的地方你就让他怎么样 在那边插个旗子之类的 旗子也可以让他选插什么样的旗子之类的 反正就好玩而已啦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实际上在这边呢我也已经把橙色码先放 因为实在是时间真的来不及 没办法很细部讲 但是这个实在是要很花时间 你如果回去没有花时间说真的 我讲再多话你还是觉得很抽象 但是你run过之后就很具体 比如说我只是把刚刚的这个location加上什么东西呢 加上最后各位可以看到 其实我大概把这个修出来 各位看一下 最后呢其实就是在这个里面 加上这个overlay里面 那稍微程度稍微复杂一点 就是makeoverlay里面 我这边加了一些东西 就是这边有个叫建立标记图示 里面呢就是利用drobo 我给它一个物件名称叫icon 那icon里面的话呢我可以去设定它的alpha值 这个alpha值就是它的透明度 比如说你可以多少透明度 0到255 0是应该是完全透明 然后到255是完全不透明 你可以去设定它的icon的透明度 然后呢它的边界要不要 你这边也可以去设定相关的参数 再来的话呢你就产生一个makeoverlay 产生一个标记 这个标记的话呢到时候呢就会自动帮我标上去了 那标在哪个位置呢 这边有个加入标记的一个回圈 我就一个个把它标上去 标在哪个坐标上面必须要给它一个go point 然后呢最后呢再把这个overlay 用add的方法把这个overlay放上去 这样子的话呢最后看到的 你会发现run起来 就会有那个标记的结果 这地方的话 我想这个部分各位有时间的话 可以先把那个gps2先run过 然后呢再把它改写成gps3 我可以把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试看哦